就是把资料呢 把它填到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它要帮我把什么呢 把我填的资料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第一个先自动产生标准体重 第二个帮我把这 这总共有四个资料 填到那个哪个地方 填到这个最下面 就是说呢 最下面一列在加1 就填到这边 刚好五个格子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 先产生这个地方 在名称我重新命名了 B1 所以把它点两下 它这个时候会B1 Click B1 Click是一个事件 当这个按钮 被点击一下的时候 会执行这个Sub 所以这个Sub名称 就是B1 Click OK 那里面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需要去呼叫什么 我们刚刚有写好的一个 就是标准体重2 那个函数 把这个结果呢 丢到哪里呢 帮我丢到这个里面哦 那这个叫什么 A B C D E 买1 那里面它里面的资料 特别最后有个属性叫Caption 它的买1点Caption 所以其实程式的话 如果你要把资料丢过来的话 就是买1点 那特别最后有 如果是Label 它的属性叫Caption 如果是Test Box 它的属性是Test 两个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Label是维读的 所以用Caption 维读的只能够 所以我要塞东西用Caption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标准体重函数2 所以我那个函数的话 是在这边标准体重2 这个函数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函数复制 再到这边 钱瓜糊 身高给它 那你的身高在哪里 身高基本上 它是在我们的表单里面的哪一个呢 这一个 这叫什么 MyB 对不对 然后它另外性别是MyD 这个都点Test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给它什么 就是My 所以我要取得它的话呢 就是MyB 点 特别最后 这个不是Caption 是Test 然后豆点 第二个参数 是MyD 下拉清单 点Test 后瓜糊 这样就OK了 所以第一步我要怎么样 先把这个资料 就是算好的标准体重 不用重算了 也不用重写了 前面写过了 不用再花时间写 所以它会把结果先算出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做什么呢 其实 干脆直接来看 这一段 偷懒一下 其实用程式 因为这个都我写的 看得出来 因为我写的程式都有一致性的 而且你会发现 你如果看其他VBA的书籍 它写的跟我完全不同 因为我写的 其实就是由我写的这个style OK 里面基本上都很简洁 因为我写作的风格 第一个 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你会发现 我写出来的程式都会非常短 同样的东西 你看其他这个书里面写的 怎么会写这么多 这谁看的 我们大概没问题 可是你们可能会 第一个就会开始头痛了 第二个写法 就是越直觉越好 我的都是用直觉的写法 当然一般坊间的书籍 喜欢用物件导向的写法 物件导向虽然是抽象化 可是问题抽象化 对于一些入门的学习者来说 就会是一个很困难的点 那当然我尽可能避开 所以我会用比较直觉的写法 但你喜欢用抽象 用物件 我都不反对 但你可能 至少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OK 好 第一个我们先把什么呢 就是计算标准体重 第二个我要怎么样 要先知道我现在要输出到哪一列 那怎么知道哪一列呢 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过吗 从range 假设B2向下追踪 会追踪到哪一列 所以回来的话 现在是8 可是我要输出的一定是 它的下一列 所以我把它加1 加了1之后 然后丢给R 那R的话就9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那我们就是把后面的东西 买A里面的东西 放在哪里呢 放在B栏 那B栏的写法你可以用2 或用B也可以 如果你不习惯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B也可以 OK 2 2或B都可以 如果你打B栏的话 记得用字串 如果你是2的话 用数字 这两者之间可能会有差别 然后把A东西放进来 B的东西一个萝卜一个坑 放完结果就出来 所以我们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做完之后呢 下拉清单 也有资料 然后你就填一个 然后身高 随便打一个 体重 然后OK 填了4个资料 按确定 第一个一样 先产生这一个 然后再帮我把资料填进去 有没有发现 这地方 所以填完之后 当然有个清除 清除的话 基本上很简单 把这4个里面 这5个里面东西清空 所以清除的话 其实基本上怎么样 就是一样 在这个 上面清除点两下 这没改到名称 这是B2 Enter 这个点两下 里面清空 那清空怎么写呢 基本上 我们直接来看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里面丢空字串就可以了 所以买A到买E里面呢 通通丢什么 丢这个空字串给他 那特别注意 最下面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Label Label的话呢 它的属性是Caption 其他的话呢 就是Text 这样的话 基本上执行完 应该可以看到 这边 myd B1.f asItem ok 基本上这个再看看好了 启动表单 是不是我这个 啊 所以启动 好像是不是这个地方不能隐藏吗 如果隐藏的话是不是就就会有问题 可是刚刚没有出现问题 myd addItem 这个再查查看好了 ok 那基本上我们主要是两个按钮 一个是输出 另外一个是清除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我刚刚那个名称 可能你做完之后 可能要存一下档 不然他 我发现他刚刚名称又恢复成什么Text Box 1 变化全部又重改一次了 ok 然后 不过奇怪 他有时候这个这个是把环境关系 好 那没关系 反正确定这个名称ok 那就把它执行 那执行完之后 当然我们写完之后 当然也许你就是自信一下 然后再test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理论上这样就ok了 按个确定 所以输出 然后清除 没问题 但是呢 可能会有几个部分还是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使用者他没输入就按确定 当然就不对了 那你现在按确定他一定程式就跳掉了 为什么 因为没东西 但是你却要叫他做下面事情 他就出现什么 心态不服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是要防呆 应该 讲白话是防呆 意思是说防止使用者 做了一些逻辑不正确的事情 所以逻辑不正确 那你势必就要先把他可能发生逻辑不正确的可能性 通通要找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可能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没有输入任何资料 你就让他跑 他就一定后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能空的 所以第一个你按确定 那你要怎么 先让他判断一下使用者这些资料有没有输入 这三个 如果其中有一个没有输入 那你就要跳出警告 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输入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身高体重 这个一定要数字 如果他输入非数字 你要跳出来警告他一下 诸如此类的 那这边我大概有放了几个 可能的 比如说防止输入错误 第一个是全部 全部如果他都空的话 所以买A如果等于空的 买B如果等于空的 中间是偶尔 或啦 但你也可以分开判断 然后这边是或 然后有个 就是其中有一个 这个逻辑有四个 然后呢 我们如果其中有一个是空的 那就MatchBus 请输入资料 然后呢 特别最后面多一个叫Is it sub Is it sub是跳开这个程序 就是不要让他往下跑 因为往下跑 那就出错了 所以特别注意 那这个东西应该放哪里 你就把这一段 当然你可以防待一 就是防止没输入 按确定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你按确定之前 先要怎么样 放在他 按理论上应该是 他应该还没有 就放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他其中一个没输入 那就怎么样 MatchBus 请输入资料 那如果你希望那个MatchBus上面还有一个Icon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给他一个警告 逗点后面就是他的Icon 不过他的Icon 他这个功能比较不OK 就是他没有给你Icon 他给你一个名称 什么Icon呢 我们试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VB的Criteria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他刚刚按确定 你刚刚一定挂掉 可是现在会不会呢 按确定 不会 请输入资料 VB Criteria就长这样子 他每一个都有一个按钮 一个Icon 可是那个Icon长什么样 其实呢 他没有一个 怎么讲 对照的图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没事你就逗点 1试一下 2试一下 你就知道每一个Icon 如果你有心的话 你就帮忙收集一下 这个名称叫这个Icon 真的还蛮需要这些 因为没有人做 如果你做出来的话 你可以放到部落格 大家一定会很感谢你 太好了 你看你那个就可以了 因为目前没有这些资料 坊间我看 找了半天也没有 那我是因为 以前是有经常用 所以我大概都知道 哪一个是哪一个 因为我也每个都试过了 OK 好 所以这边有个 这个XX指的是 他没发生状况 不过呢 他有个缺点就是 他没有办法帮你判断 哪一个没有 游标也没有放在哪一个 所以如果说 后面其实你还可以再加一个 我刚刚这边 这个逻辑 其实你还可以再加什么 游标放在哪一个 那游标放哪一个 其实你可以在 这个Magic Box后面呢 假设你刚才放第一个算了 放MyA的话 那我怎么把游标放上去 其实你可以想说 游标放在MyA上面 它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那那个方法叫什么名称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以前怎么找 我再来找一下 它有一个方法 就是绿色 对不对 其实用拆的也可以拆出来 大概没几个嘛 不是复制贴上 那你会发现 那边就这一个了 SetFocus Focus应该 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吧 游标放在上面 就叫Focus SetFocus就给它游标放上去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如果它都没填的话 除了说跳这个讯息之外 也可以把游标放上去的话 并且跳离 那你可以多增加这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现在游标已经放这边了 如果我先放这边好了 按确定 一样会跳这个 游标会放在买A里面呢 有没有发现 游标放这里了 OK 所以以后你游标放哪里 可以借由SetFocus去变更 所以第一个 如果说它没有输入资料的逻辑 那还有可能什么状况发生呢 防呆2 我看一下 这个可能要个别的 所谓个别就是说呢 它总共会有四个 那你可能买A一个 买B一个 你可以个别的去判断 刚刚是全部一次判断 可是如果个别的话 变成你要写四个 买A判断一次 然后呢 你就请输入姓名 OK 那第二个的话 请输入身高 那你就个别的 不过个别会变成程式会写的比较多一些些 那但是它好处就是你可以知道哪一个没填 你就把游标放在上面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防止输入非数字 那有哪两个呢 一个身高 一个体重 所以呢 判断的方法 特别注意哦 在VBA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哦 它可以判断什么 使用者输入了到底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一个数字哦 它这边有一个 一个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假设你刮虎之后给它一个身高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它是数字的话 回来就是凑 那当然我要判断的不是 指的是不是凑 不是凑意思不是数字的意思 如果身高那个里面呢 它填的不是数字的话 或者是体重那个也不是填的数字的话 那我就要跳出警告讯息 并且告诉它说 哦你填的不是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拿这一段哦 试试看 然后把它也要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底下好了 好 记得哦 你 大概这个给各位参考啦 尽可能如果可以自己打 就自己打过一遍 然后记得那个说牌啊 也要注意一下 if and if 那我们试一下 这个注解h自己再打一下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也输入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呢 身高我也输入aaa好了 然后体重也输入bbb 那一定不是数字啦 但是我都有输入了 按确定会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防止它输入的不是数字 那一定挂掉 那可是如果说因为我加了这个 它先判断 只要其中有一个 它一定会先判断身高 按确定看看 诶 有没有 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那后面是bb information information就这一个啦 可以按确定 它会怎么啦 记得好像是先要把它清空吧 然后 可是它没有 我是两个 不是没有清空 我只是把游标放在这边而已 OK 然后让它检查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个别啦 比如说你判断身高 如果身高里面呢 假如说不是数字的话 我就是个别 那写法的话 就是可以这样啦 比如说这边就不要偶尔 然后呢 就是把它停下来 这边 如果你个别判断的话 那可以这样 这边删掉 这个只有判断身高嘛 然后把一样放这边 另外 把它清掉 把它清掉的话 就是买 b里面的东西 还有点test 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东西 OK 或者你打一个 empathy也可以啦 我习惯用空字串 那就把它清空 如果是体重的话 那就是 再复制一下 这是个别的 就是身高跟体重分开判断 那这边就把它改成myc 其实就是改了 matchbox 这个把它改myc 这边把它改成myc 其他都一样 OK 身高跟体重分开判断 把它执行过 然后一样这边 aa 然后这边 假设也输入非数字 然后这边 好 按确定 这边 有没有 清空的 对 那假设这个是 这个是输入 这个不正确 有没有 它这个时候 这边过了 换这个 会把它清空 然后setfocus 有没有 OK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你这边 当然我这边只有举例 可能还有其他的那种使用者会做出一些比较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可以再过滤 如果通通过滤掉的话 我想它每次输入的话 那就一定会是正确的资料 那一定可以减少你很多怎么样检查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是防呆 我这边是总共有这些防止资料错误 各位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没讲到的 也许可以自己再想想看有什么可能性 如果大概我想这些也大概基本上 至少足够 那如果不够的话 你可以遇到某个状况 你可以把那个状况先记下来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大体上我的经验 如果这些你都有做的话 你会发现 以后那个使用者端给你的资料 都会非常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你做几次来也都不会有问题 这样的话 长久以往 就会 基本上你就会发现 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少了 因为你也不需要为这些事情 在那边伤脑 到底这个怎么办 那个怎么办 其实你只要源头把关好 后面都不会有问题 OK 所以这边试试看 就是防止那个输入资料 产生错误的部分